创业新生代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其实你现在在台湾生活 我想每个人的手机里面 大概都有非常多的APP 然后这不同的APP都满足你 各式各样不同的会员服务 从累积、基点、发票等等等等的 那它应用的场景 从连锁餐厅、百货公司到生活用品都有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些手机上面的会员服务 会让你更完整的掌握生活上的细节 可是反过来来说 对这些品牌来讲 他们也在APP上面收集了 你的需求、你的行为、还有你的喜好 然后他们在APP上面收集 跟分析跟消化之后 也能够推出更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服务 当然也可以强化行销 今天我们请到台湾第一个 行动点餐服务APP的推手 威许移动的创办人 徐子轩、William 来聊聊这个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新生代 好,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威许移动的创办人徐子轩 William 我们先请William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威许移动的创办人William 聊聊你自己的背景好不好 你的创业 就是你现在的创业经验是什么 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你过往 其实一直是在行动的这个领域耕耘 然后慢慢慢慢走到现在这个创业项目 可不可以先聊聊你自己 好,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印象还蛮深刻 在2010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写这个Android的程式 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刚出来 大家在大学的时候有课程 然后就在写这个Android的APP 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原先念志工系 那后来又跑来念电子相关的领域 然后在遇到一些创业的伙伴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现在有手机APP 有这些行动网路的一些环境正在进行一些转变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从APP这边下手 然后以前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是从企业端 那我们就想那时候FB在做社群网路很风行 那我们就从APP来做社群的一些网路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这种契机 比较算2C的APP的这个方向找手 那不知不觉最后就往企业的方向来走到现在的这个方式 了解,那我也很好奇哦 因为资工系,然后又写程式 可是通常这样说好像不太好 就是你怎么会想要做到就是这么贴近消费者的题目 然后什么样的契机之下让你决定要创业 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市场需求或者是痛点吗 其实我觉得一先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要创业这个 一先开始没有很明确的题目 但是那时候觉得很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其实我在大学念资工 然后后来是在想说在软体领域很像台湾那时候发展的还刚开始 但不是非常好,所以后来又跑去念电子相关的这个科系的研究所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想说往电子业走 但是发现电子业要创业很像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没有几个亿很像没办法开始创业 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想说 那又回到资讯科技的本行 想说几个人 然后我们那时候聚集到几个朋友 想说大家都想要创业 其实一先开始的最初的契机点是从这边开始 OK,所以是因为几个人都想要创业 所以就投进来 那决定题目呢 就是说 你们决定题目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后来我们在决定要做这个题目 往2B的这个方向走 然后去帮企业经营它的终成顾客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思考了一段时间 那因为我们透过APP发现 其实APP我们一个是直接做2C的市场 那可能会去做一些社群网路啊 或做一些这些应用 那起初我们也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获利模式 那后来有一个时机点刚好想到说 企业那时候开始要发展自己的APP 然后经营它的消费的族群 那我们也是物打物装碰到了第一个客户 然后往这个方向来走 OK 所以我们谈到第一个客户 我觉得创业啊 有时候尤其要做B2B的service 最难的就是拿下第一个客户 客户拓展这件事情 可能跟做2C的APP不太一样 是说2C的APP 你有时候透过一些 比如说social media的行销 你可能初步要能够获取初期的使用者 还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是2B的应用的话 你就得好好的去做商业开发 那目前我有看到你们的主要客户 都是像连锁餐厅或者是百货 早期你们在开发客户的过程是什么 应该不太容易 可不可以说一说你们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一先开始在开发这些大企业的时候 我觉得都会存在 因为我们公司毕竟一先开始成立的时候 比较小 所以要找到一个突破点的时候 是比较困难的 但我们发现那时候在台湾 很多在做资讯的公司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 我们称为SI系统整合的公司 他比较少在一些 比如说在跟消费者的互动 这一方面的情境上有多的琢磨 他们可能一先开始都是在做 企业的后端 内部用的一些管理系统 一些分析系统 但是比较少做到跟消费者互动的这个部分 所以往往他们那时候在做的solution 可能会让 功能都有 但是在对消费者端产生的互动的体验 不是很好 那企业采用这样的solution的时候 其实他要的是可以跟消费者跟会员互动 然后增加他的会员的这种亲切感 然后增加往后的营收 但他发现达不到 所以可能找很多SI公司都做不了 那就开始在寻求说有没有新创的公司 有办法来做他们想要心目中的一个可以跟消费者产生高度互动的一个界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些大的客户上面 我们就比较是从这种我可以做很好的一个互动体验 然后我了解消费者的一些互动的感觉 然后去进行提案 然后跟他们来说这个方向 所以有别于传统资讯公司 可能是以他的系统整合很厉害 我的功能做的都没问题 我们反而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说 我也是消费者 那我怎么用消费者的感受来做这个APP的服务 OK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说 其实你们是站在消费者的感受来出发 然后来设计你们的APP的服务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你们设计的APP的功能涵盖的范围非常广 所以我想了解就是说 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现在大概提供了哪一些完整的服务 然后也许背后是用到哪一些技术 那这些设计概念当时是什么样的事情给你们灵感 然后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状态 前先开始我们在切入市场的时候 最早的需求都是在餐饮业的部分 那餐饮业那时候在想 我不可以取代原本要电话进线做点餐的服务 他想说我如果有一个APP可以直接让消费者点餐 然后不用进线打电话给客服人员 那一方面他可以省掉客服人员的成本 那一方面是消费者不用打这通电话 因为消费者有时候打这通电话 有些人害怕跟人沟通啊 或者觉得我只不过点个餐一百多块的东西 可是我却要浪费这个几分钟的电话费 或者是说进线呢还要等待这个时间 他觉得很麻烦 所以一前开始我们其实是也是从这个餐饮业听到了一些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就着手说我往这个点餐啊这些服务来走 那后来呢慢慢往后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其实如果只是做这种功能性的一个这个服务的话 我用网页也可以做啊 我不见得要去开发一个APP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APP它可以做到更多 它应该是变成是一个企业品牌在服务消费者 那作为服务消费者最前线的一个贴身的一个小帮手 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有没有更多的功能可以去连接这个管道 让消费者跟品牌产生更多的好感 或者是一些回购的一些动机或优因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 Loyalty 忠诚度的经营这方面 那往后的发展就跑出说 我做这个会员的红利点数也好 那我们做会员的累积深的或邀请朋友成为新的用户 我们就一直往这个Loyalty的这条路 就一直往下的发展下去 那你们所以其实你们那个功能服务主要是围绕在那个Loyalty上面 然后你们其实都是帮不同的品牌直接克制 他们自己独有的这个品牌APP吗 对不对 其实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讲 就是说APP是一个跟消费者互动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的后面呢其实是有一套会员的完整的系统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收集会员的资料 比如说他的交易资料 他喜欢什么 然后我们给予他的一些 我们称为一些喜好或会员的一些标签 那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有会员雷点这些系统 其实都是在后面的这个backend 我们称为backend的系统里面 来做到这些功能 那所以APP是跟消费者互动 但是他的互动的资料都会存在 我们后端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数据平台 那现在像现在我们也把这个服务延伸到Line上面 所以Line的这个像现在大家都在讲聊天机器人 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提供的API的服务 跟我们后面的系统来做整体的创接 了解 那这个是从功能面来理解 威徐移动的技术跟服务 我可不可以请William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应用场景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也许是不同的品牌 或者是不同的客户 他们在经营他们的会员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应用的 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好不好 嗯好 就是像是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可能就是身上带了很多的会员卡 那像是以前我可能到一个运动品牌去 消费买东西的时候 他说只要雷满这个3000元的消费 就可以成为VIP的会员 可是奇效则一年 然后一年后又要再重新办卡 所以大家可能都有这种重复办卡 然后很多可能各个品牌的卡片塞满钱包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很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 就在于说如何去取代掉这张会员卡 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就把这个很基本的概念 把会员卡变成虚拟化 然后进驻到APP里头 所以现在大部分可能使用我们APP的人到比如说咖啡店去消费 到餐厅消费的时候 只要拿出手机打开他的会员卡的QR Code 那就可以完成会员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识别 那接下来的话可能他就在会员累积了一些红利点数 然后升等成为VIP之后 那可以在APP上可以比如说 我有100点可以兑换一个赠品 或者100点我可以兑换一个50元的一个折价券 所以接下来会在我们的APP上去把他的红利点数转换成 可以实际使用或兑换折底的现金或赠品 那这一部分完成之后 下次去消费的时候他就可以打开 我有这一张coupon券 我有这张兑换券 那店家在服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赠品给他 所以像这就是一个从消费者可能进店 然后产生他的权益 到最后把他兑换使用掉的一个情境 对消费者来说我们最需要的都马是 可不可以主动提醒一下我可以 比如说我点数快到期了 或者是我可以换什么啊换什么啊这样 因为我都马很长点数一直累累累累 累到最后然后我根本就就忘了使用 或者是对就是直接把它放到过期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以前如果我们是一张实体的会员卡 其实累了多少点我也不知道 我里面有多少的coupon券还没有使用我也不知道 那像现在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就会去detect去发现说这个人的权益 这个会员的权益还有多少没有使用 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发送通知 那办法有时候消费者放到不见了 他会去怪品牌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个券已经快到期了 我应该要回去做使用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可是却没有好好地经营会员的忠诚度 反而是我觉得他只是赚到第一波的会员 最后会员慢慢是会流失的 你们有什么拓展的策略或方向 其实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在说MARTECH的则字就是 Marketing跟Technology这两个 合在一起变成所谓的行销科技 对那其实我们一先开始从系统的角度出发 在思考的时候可能是说 我要这个功能啊有A功能 有B功能有C功能 但是对于品牌来讲 他要的其实是 我怎么样可以赚到更多钱 我怎么可以省掉更多的 比如说营运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在MARTECH这件事情上面 行销端的想法跟资讯端的想法 是有一个落差 那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就是 我们会跟一些行销伙伴 去做策略的结盟 那在行销的一些know how上面 跟系统的结合上面 有更深度的一些连结 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直在发展所谓的 Loyalty 忠诚度的这件事情 那现在有这个订阅制 就是Subscription的这个模式 在比如说线上 这个Apple Music 和 RKA Box 都已经很盛行 就大家愿意付月费 然后取得服务 那我们现在也试着 把这样子的订阅概念 那移到线下实体的经济 所以其实在往后 我们有几个客户 已经尝试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每个月固定付一个月费 那我以后到它的饮料店 面包店消费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享有九折 或者是说享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福利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 就是说把线上的经济订阅的模式 怎么带到实体经济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有产生一些不同的发展 虽然大家还在试这个方向 那最后我想很重要的还是跟现在 所谓AI人工数据的一些结合 像我们的系统里 我们现在帮客户经营的会员总数 就所有的品牌加总 已经有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那这一千万人有这么多的会员交易的数据 我们势必要从这些数据里面去找出 哪些人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哪些人可能是最近对我们的品牌 有些小抱怨可能快要离开的 这些其实都蛮仰赖 我们未来做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探勘 然后再进一步回到跟消费者的互动沟通 然后增加它的好感度 其实进到数位化的时代 人手一机甚至人手多机的时代 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掌握 已经不单单只是行销 然后让它上门如此而已 他们其实更希望能够更了解 能够辨识 然后追踪 甚至分析他们的消费者 进一步的去经营消费者的忠诚度 然后让自己的品牌 能够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消费者 然后在商业市场上面取得先机 在刚刚William分享里面 威虚移动到现在替他们旗下的客户品牌 已经服务了总数高达1000万人的会员数了 所以不管是他们的经验也好 或者是他们累积的数据也好 相信都可以对非常多的品牌 提供很高的商业价值 如果你对于威虚移动所提供的服务感兴趣 都可以在创业小区的网站上面看到 我们更深入的文字报道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欢迎记得关注订阅 也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别忘了锁定创业新生代 我们在每个星期三都会更新新的节目 带你认识更多的创业新生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